《經濟日報》投資理財周刊的重榜分析 就是推介港交所388 原因是今個星期三公布首季業績 在北水融入港股和中概股來港作第二上市 這兩大中長線因素之下 季跡增長預料會很強勁 股價走勢上 港交所上個星期升破了頭肩底 肩底形態的頸線 顯示已經消化了2月份 財政預算案內上條股票印花稅衝擊 加上港交所的股值 亦由巔峰大幅回落 趁季跡公佈前買入 直播率頗高 拆落上了 港交所上的星期